我问一下明老师 白邦瑞的书名叫做 《百年马拉松 2049》 2049实际上距离1949 就是100年 100年的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实际上白邦瑞对于 美国对华对中的战略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为什么写这个书 忏悔之作吧 因为我看到今天很多人都有说 拿下局 表示我又再来 就像刚才宇潮说的 白邦瑞在很长时间 很积极地参与了 美国对华的政策的部分 他自己说早在1969年的时候 他当时还在联合国当一个 大概是秘书长的秘书吧 这种小位置 当时已经在帮基金去工作了 他当时就已经回来 就在内部写过一些报告说 他强烈地建议说 美国应该跟中国发展关系 然后就对抗苏联 那后来 当然我们后面再详细说了 在中间有几十年时间 他逐渐位置爬高 然后他担任过国防部 中情局 担任过美国国会的一些 高阶的干部跟主管 然后长期参战 美国的对华事务 所以他刚刚不是讲到红队吗 他最具体作为就是 他希望说 而且他真的推动 美国跟中共在军事上 跟在情报上面 密切合作交流 他实质上是帮助中共 打造了今天的军队 应该这样讲 所以刚刚也不是讲到 他懂中文吗 他中文是1970年到72年 在台大学的 台大学语文中心 他懂古文 所以懂文言文 所以我常讲说 我们不可以废文言文 我们如果废文言文的话 我们连周杰伦的歌词 都看不懂 不要说孙子兵法了 所以一定要懂文言文 那我们现在回来这边来 那白猫瑞这么一个人 他长期是红队 是一个拥抱熊猫的人 为什么后来发现说 我被中共骗了呢 其实这个主观跟客观 两个原因 主观原因 他自己解释一下 他就顺便假设 有五大错误假设 因为这五大错误假设 所以我们 这个自觉不自觉 被这个中国人骗了 然后第一呢 我们认为 我们跟中国交往 我们两国呢 会完全的真心合作 这第一个错误假设 第二呢 他说中国呢 会最后会走上民主的道路 但是他有个前提就是 透过这个经济发展 跟对外开放 这是第二个 第三呢 他说中国是脆弱的小花 这是中国不断讲的 就是当年讲的这个 深蛙洞广激量不称霸嘛 涛光养晦 对 涛光养晦了 那就另外一种讲法了 好 这是第三 第四呢 他说我们美国人老觉得说 中国人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希望将来变得跟美国一样 然后现在就跟美国一样了 这是第四个误区 第五个误区呢 他自己深刻反映 他说我们一直认为 中国的鹰派的力量比较小 鹰派的声音比较小 可是我们跟大陆交往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 这有点不成比例 当平常他讲的都是很好的话 但关键是 他突然讲一句出来的时候呢 那那个话就非常非常锋利了 那我们也见识过的 所以这是一个主观的原因 客观原因呢 跟他个人的生涯很有关系 刚刚不是讲说 他长期以来参与这个 美国的这个对华的政策吗 我们回头看美国的外交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 二次大战之后 美国忽然发现说 我打败纳粹之后 我造就了更大敌人 我造就出苏联带领 这个整个共产世界 那他的威胁还变得更大 所以我要围堵苏联 围堵没有两三年呢 韩战爆发 韩战爆发说 那我围堵中共 好吧 等到这个我们上次讲说 60年代末期 当苏联的核子武器 在值跟量方面 都慢慢赶上美国的时候 美国备受压力 那说他怎么办呢 就刚刚讲说 就启用了寄星级 然后用权力平衡的手法 去对抗苏联 那怎么用权力平衡呢 看什么能够拉拢中共 在这个时候呢 白帮瑞就起到作用了 好 那现在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中共是一个原来 这么反美的国家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它会改变态度呢 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期 邓小平后来见到卡特嘛 对吧 他不是当农庄去玩了吗 那据说他在见面的时候 讲过一点 他说苏联对我们的围堵呢 对我们形成了 很大的战略压力 我们一般晓得就是 美国对苏联 对中共围堵 我们还一般很多人 还不知道苏联 对中共进行过围堵 第一是外蒙古 第二是越南 第三是印度 这都是有条约的 然后第四个呢 苏联出兵打了阿富汗 有几十万驻军 所以等于在中国外面 形成的包围圈 这对中国形成 很大的战略压力 所以中共呢 也想突破这个孤立 那么回过头呢 那美国对我伸手呢 那刚刚好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中共其实注意到说 我的科技上 是落后这些国家的 因为这么上百年来 西方的发展呢 锐意进步 而我们真的有点 顾步自封 这个落后最核心 叫科技的落后 而科技落后导致两个 第一个大家直接讲到的 是军事落后 那没有错 第二呢 是经济落后 大家仔细想想看 今天我们所谓的 经济发展 不管是做一支原子品 还是做一个核子弹 还是做一个手机 都是科技 背后都是科技 如果没有这么进步科技 很多事情做不出来的 对不对 简单说 你做这个原子品 而且今天的军事科技 跟资讯科技 绑在一起 太可怕了 那太可怕 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讲讲 无人机的故事 所以当邓小平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他在这个70年代末 80年代初呢 就讲说80年代的三大任务 反霸统一四化 反对霸权 统一中国 然后四个现代化 他说四个现代化是核心 最后一定要做成 又不做成 中国国力起不来 那别的事情都不要谈 但是如何四个现代化呢 要讲反霸 为什么讲反霸呢 我们科技落后 科技不如人 不讲反霸 我什么事都做不成 我讲了反霸 我还可以跟美国 跟欧洲各国呢 去拿科技 甚至去偷科技 所以双方一排即合 那么白帮会扮演 角色我刚讲说 在这个时候呢 就真正发挥作用了 在卡特时候呢 他积极建议 跟中共呢 建立军事的 跟情报上的合作 所以大体上有五个方面 第一呢 卡特跟邓小平签了 这个贸易跟科技协定 基本上同意全面 跟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往来 跟同时进行科技交流 那美国科技进步太多 一交流一定是中国得一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中共利用这机会呢 就大量邀请美国的 这种美国科学院呢 派多个代表团 到中国进行交流 那一交流提升了中国 然后第三呢 他也请美国呢 帮助他们参加 国际上一些重要的 一些学会跟协会 比如说物理学的啦 然后原子能 核子能的啦 太空科学啦 跟其他相关的领域 这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呢 后来双方交流多了嘛 那中共提出要求 那卡特也同意了 所以卡特就把美国 在教育界 然后农业 能源 太空 地理科学 商业跟公共卫生 这些领域呢 很多这些科技 跟进步东西呢 跟中国交流了 中国当时真的是很落后 因为我见过那批 初来的学者 当时80年代 我还在美国读书 美国送财第一批呢 不是学生 美国送财第一批呢 是学者专家 也就当年 有过一点点基础的 他的外文各方面 还能过关的 然后专业上 能够接得上的 来美国念书 所以当时我碰过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 还真的在当时 发挥作用的 好 那第二 再过一年呢 卡特给的第五样东西 就是贸易上 最后国待遇 好 那这是卡特的部分 林老师刚刚讲到 卡特的年代 跟雷根的年代 那对中国的 各式各样的战略 都是相当的友善 而且是这个 给了相当多的 待遇跟礼遇的 对 因为它基本的过程 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 比较弱的一个中国 打造的比较强大 这样能够平衡 苏联对我的压力 也就是说 当中国这个 对苏联威胁 越来越真实的时候 苏联就必须分心 所以他们的确 帮了很大的忙 那我们说 雷根是一个 很反共的总统 我们过去讲过说 雷根是反苏共 优先于反中共 所以现在 我就大力帮忙中共 第一他提供经费 然后第二他提供训练 第三到了86年 他提供了 很大的援助 帮助中国建设了 八个国家型的 研究中心 包括基因工程 机器人 AI 自动化 生物科技 雷射 超级电脑 太空科技 载人太空科技 等等 另外还有 忘记网络 跟网络作战 所以换句话说 很多东西 是美国帮他 打下基础 而是当做 白邦瑞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 中国今天强大 很大程度美国自己造出来的 到了1991年 苏联瓦解之后 美国就想说 那我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一段时间 他非常陶醉 说我非常强大 过一段时间 发现说不行 我强大的还是要注意 有哪些人会威胁我 所以我自己写了本书 去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看到说 欧盟 俄罗斯 中共 跟日本 是可以挑战 四个国家 做了一些处理 那这里面 特别要面对的 是中共跟俄罗斯 也就是美国看出去 刚刚讲说 那四个国家 或者国家集团 两个好两个坏 两个比较好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欧盟 两个比较坏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从美国看出来 决定好坏 基本上有一个标准 价值观 价值观跟我相近的 就比较好 价值观跟我比较相远的 那就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我对这两个 比较不好的 我要想办法 我要进行排序 换句话说 美国要决定 是俄罗斯威胁比较大 还是中共威胁比较大 坦白说 我认为美国 挣扎一段时间 中间当然有911 恐怖攻击了 等到那个事情 一完之后 美国又回头 去想这个问题 中间又一度呢 曾经有人认为说 俄罗斯威胁比较大 因为2008年 俄罗斯跑去 打了乔治亚 然后2014年呢 俄罗斯又跑去 打了乌克兰 他把克里米亚夺走了 所以美国一段认为说 有一些人一度认为说 俄罗斯威胁比较大 但是美国大概在 08、09年 已经差不多打定主意了 中国威胁比较大 所以我们不是刚刚讲到吗 09年提出冲发亚洲吗 然后13年提出再平衡吗 川普上台之后呢 提出印太战略 而我们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详细说 川普的印太战略里面 一些核心观念呢 跟这本书呢 还非常吻合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见 白邦瑞是 真正大概是 这一代人里面 彻底地把美国人 唤醒的一个人 那么 这为什么唤醒啊 发现说 我们被骗了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 被骗了 那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这个中国其实 鹰派力量很大吗 那么这么大的鹰派力量 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我们常常把它视为 一种空洞的宣传语言呢 因为中共在看到我们的时候 常常跟我们讲 一些很甜蜜的话 事实上我们有这感觉啊 我们看到中共的时候 他们也跟我们讲 很多很甜蜜的话 比如说当时讲说 大国崛起 然后后来被西方批评之后 他又讲说 中国崛起 再批评他讲说 这个和平崛起 再批评他讲 就改成和平发展了 但是在讲这个 中国崛起的时候 他们来台湾 跟我们怎么谈呢 他说美国人 不是我们讲中国崛起 但我跟你们讲啊 中国崛起 讲给咱们中国人听的啊 然后发展跟 和平跟发展 讲给美国人听的啊 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就他跟你 就是他讲白了 内外有别 那么台湾同胞呢 只要你心向祖国呢 那我对你还另眼相看 否则呢 我就要加厉打击 所以最后回头 我想讲一句话就是 我认为白邦尔这本书 对台湾有很大的歧视 我认为台湾社会呢 大概我们这座人 都蛮注意的 但是很多人注意不够 还应该再多看这本书 现在的美国的中国通 开始有人认识到说 中共欺骗他们这么多年 所以这本书唤醒他们 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更加重视这本书 我们这本书呢 现在恐怕不只是 川普会奉为规念 将来的美国政府 跟美国总统 在制定国际政策 跟对华政策上呢 都会依赖它 而作为我们一个 讲的在两个大物质 和小国呢 我们更要注意这本书 我们从而制定 我们更加的战略 我们更加的战略